各位天罗宝子们快来看 这只母仓鼠 Aria居然说星际战甲不干 星号登陆第十天就说惊恐段位能生使断 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 今天是Aria这个星号登陆的第十天 进入游戏后 我们先去制造厂 将我们第九天制作好的战甲和各种部件拿取出来 我们的战甲Nex Saray 以及Grenity都已经做好了 由于我们的战甲草位不足 战甲Grenity无法从制造厂拿取出来 好在我们登陆的时候 出到了百经侵入者 制作神刃雪下的材料 实际多双枪也做好 酷瓦孵化生地模块已完成了 我们可以做心灵猫了 第九天所做的四个守护也好了 将它们拿取出来 进去孵化器 将酷瓦孵化生地模块安装上 现在我们就可以繁殖酷瓦了 不过我们还需要五个酷瓦的七英零码 和一个孵化能源核心 回到制造厂 我们将战甲白雪和库尔马都做上 战甲Zelf的材料已都够了 我们把它也做上 下面我们就可以准备去做 时段的精通都爱测试了 这次的精通到位 对于战甲没有什么要求 我们使用战甲Murage 主武器的话 我们选择射速比较高的裸钉步枪 配改的话随意 Aria这里加了一些伤害 做好这些准备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精通到位 时段的测试了 我们需要站在九个 会消失的平台上 然后消灭周围高地上的15个敌人 超上平台后 测试正式开始 当你站上平台的那一瞬间 平台会开始阐述 然后在8秒后它会消失 我们在服务一平台上 大概可以击杀2-3个敌人 就需要转移到下一个平台 以避免在平台消失的时候 掉入深渊 当你掉下平台的时候 就会被视为失败一次 你总共有3次尝试的机会 只要你计算好时间 这个测试还是很容易就可以通过的 通过时段的精通段位测试以后 我们会获得采集器 部属量加1 配置槽位加1 每一失望上限加500 每日专精上限加5000 基础墨的容量加1 以及虚空光体储存量加50 回到飞船以后 我们还会获得装饰品 探求者精通事半作为奖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